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这次全会在无法言说的失望中结束 很多人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担忧 中共的统治经营们似乎选择了逃避现实 回避了人民的期望 这种态度被称为后极权主义 全会公告的文字充满了逃避主义 中共的领导人不愿面对批评和矫正 选择了否定改革等同于改革的路线 这种决策心态让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感到失望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维吾尔流亡组织 在授奴役民族州呼吁美国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 正式承认东突厥斯坦未被中国占领的国家 以提高对维吾尔人遭受压迫的认识 美国政府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 定性违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 并表示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 促使中国当局停止在新疆进行的人权侵犯行为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民主党内部 对拜登总统竞选连任的态度 据报道民主党领导人正在敦促拜登放弃连任 他们认为拜登赢得大选的机会正在缩小 可能会危及民主党掌控国会的希望 虽然拜登坚称他将成为民主党的提名人 但一些民主党议员和主要捐助者 对他的竞选活动表示担忧 认为拜登的竞选前景不容乐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蒲黄瑜说三中全会观察之二 逃避和危险 美国之音中文网 编者案 这是黄瑜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转载者请著名 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无法言说的失望中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了 这几乎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民众此刻的心情 一如1968年后 捷克人民的心境普遍不满 却难以诉说 理论上 这种情形被称作后极权主义 极权统治者的话语 已经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动员能力 而人民也在反复折腾后 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 事实上 这种后极权主义风格 充满在大会的全过程 尤其在大会公告的文字中 人们独到的 不是信心 不是政策 也不是诚意 而是逃避 中共的统治精英们 在集体躺平的气氛中 不仅从现实中逃避 而且逃避了所有来自人民的期望 他们选择了小修小改 系统维护的方案 回避面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共选择逃避人民的期望 任何熟悉中国政治和国际共运史的人 都能从三中全会的集体躺平气氛 和了无新意的公告文字中意识到 中共统治集团正在退缩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固 似乎无惧内外压力和挑战 却仍然选择了逃避主义的路线 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也是中共在十九届二中全会 和二十大上 犯下历史性错误之后的无奈退缩 因为 从2012年秋天的915运动至今 中国领导人以民族主义 拯救党和修宪的号召 先后发动了无数次小型极权主义运动 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 塑造了反日 反美 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 以从颜色革命和腐败集团中 挽救党的名义 废除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 并且以修宪的方式 实行了无限制领导任期 理论上颠覆了共和国 这是一条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 被二十世纪的残酷历史证明 注定是失败的 然而 一旦跨过卢比恐吓 所有曾经的怀疑都变成了现实的不信任 和担心中共统治核心恍然发现 面临着巨大压力和变局 尤其在二十大结束之后 仅仅一个月 中国就爆发了全国范围的白纸革命 一夜之间 穿透了二十大 所确立的极权主义 也从社会觉醒和人民躺平的意义上 开始了后极权主义的进程 这也是三中全会公告所言 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全会背景 由此来看 三中全会不同寻常的严格 不仅反映了中共对二十世纪 极权主义失败的历史感的缺乏 也反映了中共面对后极权主义社会 突如其来的迟出和彷徨 极限实感的缺乏 而过去半年 中共管理层所能补救的 为三中全会所做的所有调研 资商和准备 都在为二十大体制的巩固 做某种技术回调 在十二年以来的极权主义路线 做暂时停顿 否定改革等同于改革 尽管如此 在这条越来越封闭 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趋向对抗的道路上 在人民以为 中共能够再次自我纠错的三中全会上 中共的统治集团仍然选择了逃避主义 在前两次否定路线 就是否定权力的残酷历史教训面前 中共领导人不愿意面对任何 哪怕轻微的批评和矫正 而反其倒横之 将否定改革等同于改革 如同将战争等同和平 将极权主义等同权过成民主一般做自封的改革家 整个精英集团宁愿退缩到沙堆中 将所有的困难归结为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改革的艰巨性 选择了以不变用万变 选择了 既要也要又要的 自我否定框架 试图以七个聚焦也是中国国画式的多点聚焦的方式 直观地将过去12年的极权主义化道路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名义下 可视化 包容化 丝毫不考虑其中各项政策之间的矛盾 冲突和互相抵消的可能性 譬如在对市场经济的 管与放 在 坚持一时形态责任之语 促进文化活跃与开放之间 公众看到了那些费力道出的坚持市场经济 鼓励民企 积极扩大内需等政策的无力和无意义 从而陷入失望 更重要的 从大会公告内文的面面俱到 实则互相冲突 且远不止聚焦经济政策 而是大幅论述意识形态 安全 文化等全方位的体制建构 如此迂回繁荣 就能窥见其既坚持 又妥协 却逃避的决策心态 感官上 公告的主要篇幅 只是重述二十大报告 都在宋盛一般强调 中共领导人的改革功绩 继续坚持12年以来 错误的供给侧的经济路线 相信这也是所谓决定的主体 不仅了无新意和创建 而且似乎都在为掩盖可怜的些微让步 和政策调整做掩护 这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无视和逃避 领导人健康谣言 反映民众的不满 换言之 如同中国公众在三中全会 前后 从抱着些许期待到 无限失望的情绪转化 全会前后 内外的封锁 封闭 对全会政治意义的自我消解来看 在公众对社会 经济 政治变革的巨大期望 和执政党的吝啬 收缩和退避的立场之间 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中共高层似乎远远没有意识到 这种政治供给的短缺 和相应分配政策的紧缩 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根本社会矛盾 也是中国经济陷入通缩 内需不足的政治根源 造成中国当下民众的普遍不满 所以不奇怪的是 在几天闭门会议期间 中国社交媒体和民间 迅速流传了 有关领导人健康的谣言 犹如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 社会舆论的再现 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 每当这种政治不满的社会情绪 大范围形成 就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突然丧失 和政局不稳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不过对国际社会来说 更危险的还在于 三中全会公告明确了决定 只是作为2029年 中共建政80周年之前 也就是未来五年的执政纲领 这是相对中共以往重大历史决定而言 相当罕见的短期规划 形同一个过渡 如列宁临终前的新经济政策 或者中共在1962年 七千人大会后的四年调整 意味着所有的调整或者让步 无论是技术性的措施 还是政治性的承诺 无论党内外是否存在反对和批评 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决定 只是权宜的 必将屈从于五年后 更为长远的政治目标 譬如 服务于衔接中国领导人的 第三和第四任期 或者为二十大报告所载名的 统一台湾的目标 做转换性准备 某种以时间换空间的 大战略 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或许能够理解三中全会 决定的矛盾性 看到他宁愿用繁荣的政治口号 遮掩微小的调整和让步 而不愿意通过修宪 或者倡议立法保障改革开放 来真正提振人民信心 然后理解三中全会的历史性 遇见它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决定 如同此前无数个烂尾的政治工程 只为未来的连续执政 和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野心做准备 这或许是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正视 而是逃避的真正危险吧 维吾尔流亡组织 即受奴役民族州 呼吁美国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个星期是受奴役民族州 7月17日星期三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敦促美国政府和国会 正式承认东突厥斯坦为被中国占领的国家 以纪念 受奴役民族州 东突厥斯坦是许多旅居海外的 用来指代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术语 然而 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 如果使用这个词 将面临试图分裂国家的指控 1959年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通过立法 成立了受奴役民族委员会 并确立每年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 为受奴役民族州 以提升公众对共产党和其他非民主政权奴役 压迫弱势民族的认识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成员 萨利赫 胡达亚尔 萨赖区尔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可以通过正式承认 东突厥斯坦是被中国占领的国家 来加强对维吾尔人的支持 他补充说 这样做有助于 解决中国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的 种族灭绝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 是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殖民和占领 为了支持其独立主张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在7月17日的新闻稿中表示 1949年10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亲东突厥斯坦 1949年12月22日 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被推翻 1955年 在苏联的支持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将该地区 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命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在声明中说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东突厥斯坦大部分地区 重新命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此举旨在合法化其占领 并压制东突厥斯坦人民 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将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 视为反华机构和极端组织 因为该组织谋求建立 东突厥斯坦国家或新疆的独立 东突厥斯坦 分裂势力 破坏国家统一 分裂中国的图谋不会得逞 刘鹏宇对美国之音表示 涉疆问题与人权无关 这是关于打击暴力恐怖主义 激进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问题 他表示 反华势力散布涉疆虚假信息 歪曲事实 抹黑中国形象 干涉内政 旨在破坏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美国政府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 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为 定性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 这一决定是基于大量证据 例如强迫劳动、大规模监禁、强制绝育 和系统性洗脑等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 纪念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帕特森 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 和宗教少数群体的系统性虐待规模 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西方政府和企业 积极果断地限制与中国的贸易 并与拉丁美洲、南亚和东南亚 以及其他地方的替代市场合作 我们必须让那些使用被胁迫和奴役的人的企业 不再有利可图 他说 帕特森说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普通公民和草根组织 可以通过避免从中国购买服装、鞋子和电子产品 来支持维吾尔人 提高人们对维吾尔人所受虐待的认识 他说 与此同时 他们应该要求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 积极寻求替代贸易制度 回避和惩罚中国经济 美国还应该加大努力 定期公开展示 中国残酷对待本国人民的大量证据 胡达亚尔呼吁美国像对待西藏一样 支持东突厥斯坦 对抗和反击中国的虚假信息和跨国镇压 他说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美国可以支持文化保护措施 资助教育项目 并通过公共外交宣传东突厥斯坦的历史 效仿对待西藏的做法 胡达亚尔还敦促美国参议院 通过今年早些时候 众议院批准的维吾尔政策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 任命一名维吾尔问题特别协调员 他表示维吾尔政策法案的通过 将确保政府对种族灭绝 和东突厥斯坦侨民面临的 其他紧迫挑战 做出战略性的整体性的反应 此外 他强调通过国际联盟 施加外交压力 将有助于解决新疆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7月18日星期四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在回应美国之音查询时回复说 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 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 以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问责 促使中国当局 停止在新疆进行的持续的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行和其他人权侵犯行为 包括涉及迫害 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族 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 我们继续考虑使用一切适当工具 包括金融制裁和签证限制 来追究与新疆暴行有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责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民主党重要领导人 推动拜登放弃竞选连任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乔、拜登、周拜登所属的民主党领导人 正在敦促拜登总统放弃连任竞选活动 他们最近几天告诉拜登 他赢得11月大选的机会正在缩小 而潜在的失败 可能会危及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之一的希望 据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告诉政治盟友们 拜登获胜的机会正在缩小 他认为拜登需要深入考虑自己参选的可行性 拜登曾经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8年 但现年81岁的拜登坚称 他将成为11月5日大选的民主党棋手 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公开的迹象 显示他即将退选 可能是为了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然而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 最近几天他有时会听取民主党人对他竞选活动的担心 他们认为拜登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竞争 已经摇摇欲坠 拜登目前正面临第三次新冠病毒 COVID-19感染 星期四、7月18日 在他位于特拉华州里或博斯海滩的度假屋中隔离 没有公开露面的计划 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 输给拜登的特朗普将在晚上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 再次与拜登竞争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哈均·杰弗里斯 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查克·舒默 上星期在与拜登分别进行私人会晤中告诉他 如果他继续担任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将很难赢得国会两院的选举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安德鲁·贝茨 在一份声明中说 拜登告诉两位民主党国会领导人 他是民主党的提名人 他计划赢得胜利 并期待与他们俩合作 通过他的100天议程帮助工薪家庭 共有20名民主党议员 公开呼吁拜登的结束竞选连任 不过还有更多人私下表达了对他的政治命运的担忧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亚当·西夫·埃德鲁·西夫 是特朗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也是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亲密盟友 他本周早些时候也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西夫在一份声明中说 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破坏我们民主的基础 我非常担心总统能否在11月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最近几天上个月为拜登举办了一场豪华筹款活动的好莱坞演员 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呼吁他结束竞选活动 而拜登的主要筹款人杰弗里·卡丞伯格·Jeffrey Katzenberg 本周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会议上警告总统 主要捐助者不愿意继续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了 几乎每个呼吁拜登结束竞选活动的民主党人都提到了 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的辩论中不履蹒跚的表现 当时拜登看起来很疲惫 经常失去思路未能始终如一地对特朗普提出指控 或为自己在白宫的三年半任期辩护 尽管有人呼吁退出 但他的副竞选经理昆汀 富尔克斯 Quinton Fox星期四告诉记者 我们的竞选团队没有应对拜登不是首选被提名人的任何情况 富尔克斯表示 拜登期待下个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接受民主党的提名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出现混乱的政治斗争 民主党计划让代表们从8月初开始投票支持拜登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比正式提名大会早两周 但如果拜登在此之前结束他的候选人资格 哈里斯实际上可以成为民主党当然的棋手 或者民主党可以举行公开大会 并从几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候选人 大多数全国性民调显示特朗普始终领先拜登1到3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民意调查显示 在关键的战场周中 两位候选人都需要抓住这些领先优势 才能赢得明年1月开始的另一个四年总统任期 民主党人一直在悄悄地测试 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正面交锋民意调查 哈里斯副总统有时但并非总是 表现得比拜登好 甚至略微领先特朗普 竞争激烈的战场周在决定美国总统选举方面尤为重要 而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由全国普选票数决定的 相反 选举基本上是50个州的竞选 除了两个州之外 其他所有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是获胜者 得到该州所有选举人票 这些选举人票是按照各州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各州的 2020年 拜登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选票比特朗普多700万张 但以仅约12.3万票的总优势领先4个竞争激烈的州 当时如果这些州反其道而行之 特朗普就会赢得连任 预计2024年的竞争将在少数几个州同样接近 而拜登和特朗普预计将分别积累巨大的选票优势 并轻松赢得可以预见的投票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的州 尽管拜登一再坚称他不放弃竞选 但他还是提出了三种他将退出的情况 他曾经说过最糟糕的民意调查结果可能会让他放弃 还有一次他说如果我出现某种医疗状况 如果有人如果医生们对我说你有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 他将会退出竞选连任 在另一个场合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拜登 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ABC News 如果全能的上帝要求他结束他的竞选活动 他会这样做 布雷德迈尔 是美国之音 VOA 国内和国际新闻专职撰稿人 多年前他曾为《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工作 是华盛顿的资深和获奖记者与编辑 太平洋7月练兵盲 欧洲大批战机飞抵日本 展开天空24军演 美国之音中文网 亚太地区军事演习正在不同地点此起彼伏 中俄军演刚刚结束 欧洲三国数十架战机组成的空军编队 飞抵日本继续大规模的空中演习 与此同时 美国等29国环太平洋军演刚刚进入第二阶段 重头戏就要上演 意大利唯一的航母 在这F-35B隐形战机也不远万里 开到了太平洋 繁忙和频密的军演 预示着对抗和冲突的风险 太平洋如何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军演 太平洋为何如此的不太平 欧洲三国空军48架飞机 环绕中俄全球巡演 德国 法国 西班牙三国 组成的空中联合演习编队 于6月开始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 太平洋天空24大规模 环球巡演 演习地点将包括阿拉斯加 日本 夏威夷 澳大利亚 印度 涉及全球四大洲 该联合演习编队包括48架飞机 1800余空地勤人员 兵力相当于一个美国空军联队 或一个中国航空旅 此次 太平洋天空24大规模 巡演包括六个部分 阿拉斯加低空训练 6月17日至29日 阿拉斯加北极卫视演习 7月8日至18日 日本天空联演 7月22日至25日 澳大利亚漆黑24联演 7月22日至8月1日 参加夏威夷29国环太平洋军演 7月22日至30日 印度Tarang Shakti联演 8月7日至14日 7月19日 刚刚结束北极卫视联合空演的 德法西三国空军编队 飞敌日本 日本媒体报道 7月19日和20日 航空自卫队将在北海道千岁基地 与德国和西班牙空军举行联合演习 并在辞呈县百里基地 与法国空军举行联合演习 与德国空军的联合演习 将于7月22日至25日 在千岁基地举行 航空自卫队将出动F-2和F-15战机 参与联演 目标 欧洲力量一天之内抵达亚洲 德国空军司令英格格哈茨 去年曾亲自带队飞赴日本 参与了急速太平洋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欧洲空军可以在一天之内抵达亚洲 此次德法西三国空中联队 演习路径环绕中俄 联合亚太盟友对抗中俄意味明显 有台湾媒体认为 这也是西方盟友 阻和中国入侵台湾的信号之一 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人 此前对媒体表示 这些国家军队相继访问印太地区 证明了他们有意愿 也有能力参与印太地区事务 加拿大国际事务专家 乔纳森 伯克希尔 米勒 Jonathan Berkshire Miller 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 日本与欧洲盟友的接触 表明他正在扩大其安全网络 并寻求互补盟友 来增强其区域威慑里 东京继续看到 区域安全环境恶化 特别是在海上领域 并正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 来补充其与美国的安全联盟 米勒 是麦克唐纳 劳里埃研究所的外交 国家安全 和国防事务主任 太平洋进入军演时刻 除了德法西日空军连演 太平洋地区同时 还进行着其他军演 意大利航母加福尔号 时往夏威夷参加 29国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根据官方宣布的计划 加福尔号将于8月抵达日本 与日本海空军举行联合演习 中俄联合军演 于17日刚刚在战江结束 共计7艘中俄军舰参与 包括中方的导弹驱逐舰 2万吨级补给舰 以及俄方三艘隐形战舰 与此同时 中国山东号航母编队 带着三艘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 正在菲律宾海域演习 与夏威夷29国军演摇相对应 此时 美国为首的29国大规模环太平洋军演 正在夏威夷周围海域实施 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即将举行对4万吨级两栖登陆舰 塔拉瓦号的基陈演练 舆论认为 这是以中国大型两栖登陆舰和航母 为假想敌的针对性演练 意大利学者 相比中国航母 加福尔号航母舰载机的战力更强 意大利航母首次进入亚太地区 引起了广泛关注 加福尔号航母 满载排水量为3万吨 比山东号小了一半 但它搭载了多架F35B隐形战机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 国防项目研究员 艾利奥 卡尔卡尼奥 艾利奥凯凯凯凯凯凯 对美国之音说 欧洲国家正加大努力 通过更频繁 更大规模的部署 展示其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承诺 通过这些部署 他们还与地区伙伴一起参加军事演习 以深化关系 还有一个因素 是向美国展示 他们能够为华盛顿最紧迫的战略关切 做出贡献 这些关切与中国在该地区的态度有关 同时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表明 欧洲国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独立于美国形势 意大利正在部署一个航母打击群 该打击群将于今年夏天抵达日本 并将与东京军队举行自己的军事演习 卡尔卡尼奥认为 加富尔号虽然体格小于中国航母 但是战斗力并不弱 意大利航母较小 但它配备了F35B隐形战斗机 比中国舰载机更强大 拉蒙特中俄联合军演 加重日本安全危机感 东京国际大学教授 ATRAC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克里斯托弗 拉蒙特 Christopher Lamont 对美国之音说 中俄联合演习 加剧了日本安全环境的紧张感 尤其是在莫斯科与平壤关系更加密切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 与欧洲伙伴的演习 虽然具有象征意义 因为西班牙 法国和德国 向该地区投射海军力量的能力有限 但仍然凸显了 东京与欧洲各国之间 加强经济和安全联系的趋势 这种联系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加快 拉蒙特认为 对日本来说 美日联盟是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支柱 因此向华盛顿保证的 日本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联盟作用 也是东京未来的优先事项 叶浩勤 北京和莫斯科的战略融合 破坏了印太地区安全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 新在台办事处主任 Marcy Mateusz-Jerczyewski 叶浩勤 刚刚去东京 参加了第四届台海危机兵推 这个兵推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 JFSS 举办的 旨在模拟台海战争爆发情况下 日本的应对策略 叶浩勤说 明年将可能在台湾举办 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在与欧洲伙伴合作 保障海上安全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除了海军演习之外 本月晚些时候 日本还将见证德国 法国和西班牙 首次向印度太平洋 部署三边空军 随着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 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战区的稳定 安全和繁荣日益相互关联 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日益增强的存在 表明了他们愿意并有能力 与战区内的伙伴进行接触 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战区的 安全环境日益严峻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战略利益 日益融合 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无限制 有意建立在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基础上 因为两国都试图实现 其地区霸权野心 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通过强制手段 扩充其硬实力 由于二战以来 最大的军事冲突发生在欧洲后院 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 中国默许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 北京至今仍未谴责入侵 并增加了对俄罗斯的出口 帮助莫斯科在国际制裁下 维持其战争经济 一号秦说 台湾观察人士密集演习 凸显地区冲突风险 台湾学者黄玉军 Eric Wang 认为日本、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牵头的空军演习 以及中俄和美国同时牵头的 环太平洋海军演习 凸显了亚太地区紧张的地缘政治动态 这些演习显示了战略竞争加剧 地区安全不确定性增加 以及冲突风险 黄玉军身兼明传大学和淡江大学讲师 并承认国民党发言人和国际事务部副主任 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本寻求通过与欧洲国家的合作 来增强其军事存在和影响力 而美国没有直接领导 这反映了其国防政策的战略转变 以及他们日益增强的自主权 和对地区安全的集体承诺 与此同时 中俄演习表明 两国加强了无限战略伙伴关系 将自己定位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平衡力量 同样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 旨在加强国际合作 并确立强大的战略存在 常委佐治 频繁的联合演习 预示着新冷战 来自东京的常委佐治博士 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针对目前全球频密的军事演习 他分析说 本月全球举行了多次联合演习 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联合演习 这些演习的意义何在 首先 因为紧张局势加剧 所以有这样做的要求 例如 自2010年代以来 中国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活动 不断升级 日本在2011年仅发现12次类似活动 但到2019年已升级到1097次 印度与中国边境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中国入侵中印边境的次数 从2011年的213次 增加到2019年的663次 因此 中国的活动使中国周边国家 合作应对中国的威胁 如果这些国家如日本和印度相互合作 中国就需要在多个战线上分摊军事预算 对抗日本 印度等 因此 合作是应对中国威胁的有效方法 其次 在分组上 更大的集团有优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胜利方由32个国家组成 而失败方只有4个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胜利方有54个国家 而失败方只有8个国家 在美苏冷战期间 胜利方有54个国家 而失败方有26个国家 这些事实表明支持者的数量 与赢得竞争的可能性相关 因此 通过联合演习促进合作 是赢得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 这种联合演习表明 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 联合演习的参演人员 与环太平洋军演 太平洋战争 红旗军演等类似 中国联合演习 美国新制裁针对野门 胡塞金融网络相关的 十几名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星期四 7月18日 发布了与野门有关的 反恐制裁措施 措施针对与胡塞金融促进者 塞易德 贾迈勒 SAID 有联系的个人和实体 美国财政部表示 这些行动影响了 十几名个人和船只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国民 穆罕默德 罗斯兰 本艾哈迈德 穆罕斯兰 和人在中国的中国公民装粮 英译 Juan Lian 美国财政部说 他们为非法运输提供了便利 并为该网络进行了洗钱活动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推特上的中国 中共宣布秦刚同志辞去党内职务 前外长安全着陆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结束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同意了前外交部长秦刚的申请 免去了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秦刚已经从公众视野中 消失超过一年的时间 这一消息再度引起了观察人士的猜测 不少人认为 从宣布的内容来看 秦刚消失的原因 并非外界猜测的那么严重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于星期四 7月18日落幕 全会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公报中 包含了有关秦刚的决定 但只有一句话 全会决定 接受秦刚同志辞职申请 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自从去年6月底之后 秦刚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2023年7月 秦刚被解除外长职务 10月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 今年2月的一份官方公告称 秦刚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此次宣布的一些用词显示秦刚 并没有完全成为北京眼中的反派 声明把秦刚称为同志 这暗示他并没有受到刑事调查 也还是一名党员 前彭博社驻中国记者 奈利斯·艾弗利·Naris Avery 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指出 三中全会在公报中 还提及了另外几名同样消失了的高官的命运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前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 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已经 被开除了党籍 三中全会对该决定做出了确认 维也纳大学的中国问题 学者李玲对中共有关的决定 做出了分析 他指出秦刚依然被称为同志 显示他仍被认为是党的议员 但他很有可能是在党的命令下辞职的 另外中共或许已经对秦刚进行了调查 但觉得不需要进行正式的处分 被命令辞职是组织 人事部门给出的一种温和的处罚形式 他写道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没有对秦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是因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 秦刚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他之前火速升至外交部长的位子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当中算是少见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宋文迪就写道 秦刚和习近平在一定程度上 是仅仅连接的 没办法让秦刚没面子的同时 不让习近平没面子 所以就有理由让秦刚有面子的下台 例如出于自己意志的辞职 星期四的宣布传开后 美国媒体政客Politico的中国事务记者林海 Felimkind指出 这个消息或许能证实秦刚依然活着 秦刚被允许从中央委员会辞职 而不是被开除 他写道 这可能可以终结那些 秦秦刚已经被处决或是自杀了的传言 Politico2023年12月 曾经报道秦秦刚因为破坏国家安全 而遭到了北京的逮捕 并因此被折磨至死或者自杀 有关秦刚情况的未经证实的传言 从他消失起就一直在X等 社媒的中文圈里传播着 星期四 一些中文新闻人士对此进行了批评 这种防火墙外 永远胡说八道的账号 才是真的应该被挂出来 和被取消关注的 否则自由世界媒体读者 和观众的媒体素养 也永远没有进步 永远都是在谬误和谎言中转 用谎言和谣言 对抗信息控制 能有什么希望和认知长进 曾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报道中国的大声媒体 创办人吴薇 Vivian Wu问道 智慧术投资 Wisdom Tree的主管人立茜 也表示来自社媒的传闻 很少是真的 这再次显示了 匿名推特传言 八卦的极低质量 他写道 中文传言和八卦 总体上不能被完全忽视 但它们的发源地 必须是来自当地 而非推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orning coffee fresh off the press Reading headlines feeling blessed World keeps turning stories unfold Every moment news get told Flipping channels click its ass Feeding my nice hunger graph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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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